再来关心国内政坛 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遭到国民党考纪会撤销 20天的申诉期限今天到期 王金平傍晚以等待黎明迎向蓝天为题发表声明 声明当中他措辞强硬 表示考纪会审议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采取相关的证据 他将不会在党内提出申诉 会依司法程序寻求救济 他还说自己重振多年对党是无怨无悔 如果司法认定应该丧失党籍他绝无恋战 最后他表示绝不能接受单凭特征组的片面之词 就目无法记 否则我国宪政秩序将会被破坏殆尽